今天在臺中和桃園 各有一例本土確診個案 臺中個案是一名六十二歲的醫師 他今年六月曾經到北部醫院住院治療 同樓層的病房出現了確診案例 但是他並沒有被匡列隔離 在十六號確診 而桃園確診個案是一名保險員 目前感染源不明 環保局人員在確診者足跡大清消 臺灣是十七號新增了一例確診個案 他是一名六十二歲的男醫師 今年六月他因病 在北部的一間醫院出院治療 卻因為上月二十九號 所住的同個樓層出現了確診個案 院方清空病房回到臺中 這名醫師卻沒有被匡列 回到臺中之後出現症狀 那那個病房呢 從六月二十九到七月一號以後 就有出現這個陽性的確診個案 所以就緊急 就是讓這個病人就出院 可能北部的醫院認為 不屬於需要特別隔離的 所以就並沒有通知他 所以他也沒有被隔離 唐師傅表示 根據疫調 這名醫師因為身體因素 五月份就開始沒有到醫院上班 但是他曾經在這個月十四號 前往這間銀行 十六號被驗出確診 目前隔離治療中 而所匡列的二十二人中 已經有十九人拆檢陰性 至於桃園的這一地新增個案 是一名保險員 目前感染源不明 訪問這客戶大概一個多小時 那他知道他媽媽有在咳嗽 那我們在追查這客戶的媽媽 是在住院 到底是他傳給他還是這個客戶的媽媽傳給他 這個我們還要再查一下 桃園縣衛生局表示 目前已知這名客戶的母親也確診 將在週日十八號公佈這名個案 也已經匡列十二人居家隔離 感染源還在調查中 市長鄭文燦表示 目前包括滑橱大樓的傳播鏈 以及快遞公司員工家庭感染的部分 都將安排二採 當然是有引擎傳播圈的存在 不能掉以輕心 記者林健身 彭幻群 詹淑雲 台中桃園報導